大家好 我是科幣托Crypto 比特幣日線級別圖表上 出現 里弗莫爾、Livermore 教科書等級的機會 如果你不想錯過的話 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 這是比特幣的日線級別圖表 為什麼昨天突破的時候 會拉出一根陽柱呢 我們昨天在日線級別圖表上 是漲出了3.64% 在我看來呢 其實我們昨天就是突破了這條 紅色的趨勢線 這條趨勢線呢 我畫的並不是通道 它是有一定的角度的 這個我在昨天的影片有非常詳細的講到 你看我們一個點、兩個點、三個點 第四個點突破的時候 我們就拉出一根陽柱 好 那我們再切換到4小時級別圖表 這條4小時級別的上升趨勢線非常重要 如果這條趨勢線沒有被跌破之前呢 是沒有任何理由看空的 好 我們現在再切換回日線級別圖表 我們現在走出了一個N字型 這好像在哪一本教科書上面有看過喔 這是Livermore 它有一本很有名的著作呢 是大作手回憶錄 它這邊講了兩句話 Trade only on the pivot points 也就是當我們在重要的關鍵點的時候才應該做交易 像比如說趨勢線的邊緣 要突破的邊緣 或者是形態的邊緣 這種都是我們值得介入交易的時候 那如果在盤整正當區間 我們就可以休息 所以大部分的時間呢 我們是在等待 我們是在學習的 並不是所有時間我們都要做在交易 那他講的第二句話呢 I always made money when I was patient and trade on pivot points 當他很有耐心 當他在關鍵點做交易的時候 他總是能賺錢 那我們看一下他 所畫的圖表 你看 這個N字形 他從這個N字形裡面 他明確的告訴你 什麼時候要買 什麼時候要買 好 那我們就來 回到比特幣的圖表 你看 我們現在是不是也走出了一個N字形呢 我們來看看Livermore 他是怎麼說的 為什麼在這個點要buy呢 你看 因為他突破前高了嘛 我們突破前高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buy進去 那這種時候 就算是在歷史高點也沒有關係的喔 當趨勢來的時候 突破前高 就是非常好的買入點 那我們來看喔 我們來看到 比特幣的圖表 比特幣的圖表呢 好 我先把 這個給弄掉 我們之前啊 在這裡 是不是有個前高點 在這個點位 這個點位是前高點 他折騰了一下 但是突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買入 如果我們在突破的地方買入 你看 我們就可以吃到後面一大波 非常可怕的漲幅 好 那我們現在呢 再把 圖表切換回 Livermore 他所做的紀錄喔 你看 我們突破的前高點 是不是 欸 就是一個很好的買入點 那第二個買入點 是在什麼點位 就是欸 我們出現盤整震盪的時候 然後又突破前高 欸 我們又是一個值得的買入點 這就是他口中的pivot point 也就是關鍵點 我們在關鍵點的時候呢 才適合做交易 在我看來啊 他指的是什麼點位呢 就像是在這種點位 就像是在這種點位 在這裡 你看 我們在這裡 是不是突破前高的時候 我們就拉了一大根揚柱上去 你看 前高在這個點位嘛 那我們突破前高直接 蹦 拉了一根 這一根的 漲幅 單日的漲幅 是20% 所以 我們 要買入還是賣出 要做多還是做空 重點根本就不是價格的高低 重點是 他到底 有沒有突破呢 他到底是不是pivot point呢 是不是關鍵點呢 好 那我們再來看看喔 他在B點有沒有賣出 在B點 是沒有辦法賣出的 因為你不知道 真正的拐點是在什麼位置 他賣出的點是什麼位置呢 是 欸 我們盤整 我們往下跌了之後 並且跌破前低的時候 欸 然後他就 選擇了sell 他選擇了賣出 好 那我們回到比特幣的圖表 我們來看喔 這是什麼意思呢 比如說 有人 逃在這個頂嗎 怎麼可能呢 就算你逃在這個頂 那你也是運氣好 Livermore他的筆記的意思是 欸 比如說我們在跌破前低點的時候 前面這個點跌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考慮賣出 那如果我們在這個地方 考慮賣出的話 我們也是可以節省掉 非常大幅的下跌喔 最低 可以 節省 我們達到最低點 我們可以節省到40% 那以平均值來說 我們也可以節省個20-30%喔 這也是非常可怕的收益啦 但是呢 欸你看喔 我們在A點 我們也 沒有辦法抄底 是吧 因為你不知道 低點是在什麼什麼點位嗎 像 比如說 欸有人是在2萬 2萬8買的比特幣嗎 在 呃 6月的時候 2萬8買的比特幣有嗎 應該是沒有的吧 因為我們永遠不著底 但是呢 還是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的喔 然後 在上漲的過程中 欸突破前高就買入 突破前高就買入 所以 好 那我們現在呢 我們再回到我們之前比特幣的圖表 你看 比如說 在這種點位的時候 那我們是不是 在突破這個高點就可以買入呢 所以 我那個時候就在 5萬3的時候 掛單做多了 各位有記得嗎 好 那我們現在 又出現了一次交易機會 也就是 我們現在的這個點位啊 我們現在的這個點 已經非常非常接近前高點了喔 那如果突破的時候 欸 Livermore他怎麼說的 Livermore他說 他會buy喔 所以 我呢 是已經在前高點掛單了 在前高點掛單 但是呢還是有隱憂的喔 如果說 這是 最好的情況是 一突破前高點 然後我們就 直接 蹦一根陽柱爆拉上去 那這樣 就沒有問題 但是 我們也要考慮各種狀況 畢竟我們做交易是做應對 不是做猜測的 如果 我們突破前高點的時候 真的蹦一根陽柱上去 然後又 瞬間 立刻又 拉下來的話 那這種時候呢 我可能會選擇先平倉官網 是比較安全的 那最好的狀況就是 我們突破前高 蹦一根拉上去之後 並且 我們在上面 做 盤整之後 繼續選擇向上 這是最好的 那如果出現這種狀況呢 我們就可以把方手 分批指引 就移到 我們盤整區間的下方 這是 最好的方式了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點個讚 這對我的影片 會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非常感謝各位朋友 所以你可以發現喔 基本上 Livermore 他畫的這張圖呢 是可以完全適用在 我們現在 比特幣的圖表上面的 完全沒有任何問題 那他的關鍵呢 就是 Pivot Point 這張圖表的名稱呢 是 Livermore's Pivot Point Theory 也就是 關鍵點的理論 會在什麼點位買入呢 會在什麼點位賣出呢 這張圖表有非常詳細的講解喔 而且我們現在呢 比特幣的走勢 居然跟他畫的圖表 是一模一樣的 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 好 那我們來看喔 我昨天的這部影片講得非常精彩喔 我有好好比較 Local All Time High 跟 Global All Time High 突破的時候有什麼差別 那我非常推薦 BigGate交易所 如果你現在在選擇交易所的話 你現在入金可以享用100U的體驗金 那Bybit現在有全網最高的3500USDT的交易證金 那OKEX呢 有現貨合約永久20%手續費返線 我下面的三個鏈接我都可以跟你保證 絕對是全網最好的鏈接 最優惠的 那Bybit他現在有3500USDT的交易證金 如果你想要參加的話 你可以點擊規則查看喔 那BigGate他現在有在辦KCGI的比賽 好我們就來看一下喔 KCGI他的獎金池呢 是100個比特幣 而且報名是不用任何 不用任何費用的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的話呢 歡迎點擊下方的鏈接可以參加比賽 他有分個人賽還有團體賽啊 好那昨天還發生了什麼很值得關注的事情呢 我們可以看到BIT喔 這個是我之前一直講一直講一直講 如果你是有一直跟著我們頻道的觀眾的話 我在一個多月前還沒有上限BIT 還沒有空投BIT的時候 我就有一再跟各位強調 BIT是我很看好的 而且我也持有 包括我持有的空投的那些 我還有持有非常多 都在索倉領錢當中 你可以發現喔 我們昨天呢是漲了一個 將近20%的漲幅喔 非常可怕 那我有沒有提醒到大家呢 有嗎 你看我們在突破這個點的時候 其實它就是一個買入點啊 就算是現貨也是一個買入點 那如果這是比特幣的話 我合約是一定會在這裡做多 但是我個人是不做山寨幣合約的 因為山寨幣合約的風險還是非常大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我有沒有提醒到大家 你看我在昨天還沒突破之前 在1.913的時候 就有完全給到大家說 欸我們現在正在測試香體 我昨天是這麼說的喔 應該有很多朋友持有BIT 現在BIT正在嘗試突破香體上緣喔 順帶一提我建倡的BIT都沒有賣 欸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是不是很明確 而且我們上一次出現在什麼時候 上一次機會 你看是不是就是pivot point 是不是就是掌握突破點 你看在這個點位 主力嘛 這個點位主力嘛 所以在這裡突破的時候 欸一突破就可以買入或是做多 如果是比特幣的話我一定會做多 但是山寨幣的話 風險還是太高的點 那我們看這個點位 我們前面出現的基礎型態 它基本上很完美的 很完美可以解釋啊 它是不是出現了一個上升三角 上升三角在教會書上面就是 蹦向上突破 你看我們是不是向上突破 就是pivot point嘛 你看這個點位主力 這個點位主力 那向上突破之後 欸就拉力跟揚柱上去嘛 所以希望大家都是有把握到這個機會的喔 如果你有在看我 一直跟隨著我們的影片的話 相信你都是有吃到這一波利潤的 好那我們現在呢再回到以太坊 以太坊一小時級別有出現了一個什麼機會呢 我們看看喔 一小時級別你看 我們現在是不是突破這條下降趨勢線 這條下降趨勢線有多麼關鍵 你看一個點兩個點三個點四個點五個點 蹦向上突破 這根1.72% 好我有沒有提醒到大家呢 當然是有你看 你看我在突破的時候還沒有 有那個突破的attempt的時候 我就有明確提醒到大家 那這些trade alert 我都會在我的Instagram 即時的發布 即時的更新 所以歡迎大家可以加入我免費的 Telegram群組 這都是有trade alert喔 你看在突破的時候 如果你在突破的時候做多 欸多好是不是 那止损你就非常好設置嘛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喔 它走出一個什麼形態呢 這個非常耐人尋味你看 我們在這裡是不是震盪 然後呢 我們慢慢把震盪的幅度縮小 然後呢 突破之後 回踩 回踩什麼點位 回踩前高 回踩前高 然後就走了 所以基本上 技術分析啊 絕對可以幫到我們很大很大的忙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再看一下比特幣的1小時級別圖表 比特幣1小時級別呢 其實 它出現了這個信號 你看 我在昨天 影片的時候啊 我畫的 這個線呢 跟我們現在 基本上是不太一樣的 那我怎麼知道 我要把它改成這樣呢 其實很簡單的 我們先看到昨天的線 昨天的線突破的時候 它雖然拉了一根柱子上去 但是它沒有再繼續往上漲 那這種時候 如果我在突破有做多的話 我就會選擇先平常觀望 因為很有可能 圖表啊 它走的真正的狀況 並不是我畫的 那我後來就修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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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看喔 它突破的時候 突破是不是可以做多 就像李佛夢有講的一樣 一樣嘛 Pivot Point Pivot Point 我們做交易就是掌握Pivot Point 你看 突破的時候我有沒有提醒到大家呢 當然是有啊 你看 還沒有突破就畫出這個型態了 那這種上升三角 在教科書上面就是 砰 往上突破 就是如此 那我們來測量一下 非常簡單的 測量一下它的目標價格 我們把這段往上移 其實呢 剛好 就在我們前高的點位 大概就在六萬五 比六萬五還要再高一點點 希望是可以達到這個點位 如果能突破前高的話 我對比特幣會非常看漲 而且呢 其實我已經有掛了一張多單了 好 我們來看到我的Instagram 我都會在這裡發布 消息面以及數據面的分析 你可以發現 藍色這條線呢 它是指有持有1萬枚以上的 比特幣的金魚數量 我們自從之前在頂部派發之後呢 我們 金魚的數量 就一直持平 好 那反觀 我們中型金魚喔 中型金魚是什麼 怎麼定義的呢 持有100枚到1000枚比特幣的人 他們在過去兩週內 瘋狂的買入 8.57萬枚比特幣 你可以發現這張圖表呢 綠色線它指的就是 比特幣的價格嘛 那紅色線 它指的就是 這些金魚 它到底有沒有在 買入比特幣 你可以發現 中型的金魚 在過去上漲的這段期間 是不斷不斷的買入比特幣的 那 距今呢 比如說有1萬顆比特幣以上的朋友 欸 那他們就持平 他們就選擇官網 所以其實現在 比特 金魚啊 比特幣的金魚還是繼續的 在持有比特幣 繼續的在買入比特幣的 那 這是我的Instagram 如果你們 在Instagram 發布消息私信我的話 我是會回覆的 而且呢 我會在這裡 發布免費的數據 以及消息面的分析 加密貨幣行星巨石消息 如果你不想錯過下一個交易機會 請按下訂閱按鈕 並開啟小鈴鐺 加入YouTube 最賺錢的比特幣 中文頻道 請按下訂閱按鈕